大家好,歡迎來到今天的曼聯新聞,一分鐘 大家希望記得CLS,留言,Like和Share 最好訂閱我們這兩個曼聯的Youtube頻道 大巴台和新聞台,你現在在聽的就是新聞台 好,這次就想說一下班奴法蘭迪斯和簡東拿 兩個對於萬年來說是相當大影響力的球員 其實也要說一點點,但其實就是Guardian的報導 引述昨天我們今晚將會對西維爾的記者招待會 班奴法蘭迪斯被問及究竟簡東拿 有人跟他作為比較,看看他如何回答 首先說回一些背景,今晚的球賽 真的很難踢 班奴法蘭迪斯說,如果大家跟他 把簡東拿比較的話,他當然開心 但他覺得未必是一個很適合的時間 今晚我們會對西維爾,在德國的歐巴杯 四強賽事,這個對手真的相當厲害 已經十九場不敗 剛剛就一比零贏了我們 也是英超的球隊,這個叫做浪隊 所以就晉身了四強 班奴法蘭迪斯來了曼聯之後 就成為我們的趨發劑 令到我們英超第三名完成 也去到足足杯的四強 很多朋友會這樣說 會不會是自從簡東拿之後 曼聯是一個最重要的收購 大家都記得 當然了,簡東拿大帝 在1992年的11月 由列斯聯轉會再奧絕福 亦都令到我們 他在這裡的時候 我們取得四屆英超冠軍 和兩屆足足杯 在五年裡 班奴法蘭迪斯就備命及這件事 班奴法蘭迪斯也很謙卑 對於我來說,當然很開心 聽到有人說 關於這些大名球員 對於我來說 簡東拿是一個超級的球員 甚至乎對曼聯來說 是超級的球員 我還有很多事情要做到 才可以作出和他比較 我還有一段時間 簡東拿贏了很多錦標 在曼聯那裡 我亦都很開心 這個球櫃 如果我們贏到歐霸杯的話 班奴法蘭迪斯亦都相信 他的經驗在外國踢球 亦都是曼聯對他的信任 令到幫助他 很快可以融入球隊 亦都做到一些相應的效果 他就說 當一個球會 願意給5500萬歐羅 去買你回來的時候 即是說球會對你有信心 再加上我年輕的時候 已經在意大利踢球 包括奧丁尼斯和森多利亞 所以我很清楚 離開我的家去踢球 是甚麼一回事 是一個不同的聯賽踢 當然 當我來到曼聯的時候 我得到的支持 包括教練和我的隊友的支持 他們的教練經常都告訴我 我可以在市會廷做事情就可以了 亦都嘗試放鬆去踢 即是做回自己 我自己覺得 一定要繼續進步 所以當這麼多人支持你 在球會裏幫助你的時候 你去適應 或者在聯賽發揮 一定會好些 但老實說 英超始終都是一個 一個比較不同的聯賽 所以 你說容易適應 一定不是 但 除了說球會對我有信心之外 我亦都對我們的教練團隊 所有的職員 和所有我的隊友 都是很有信心的 那樣樣事情 我來到之後 都很順利 可以叫做 我們的成績也不錯 我亦都做到我應該要做的事情 或者球會想我來做的事情 就是入球和助攻 另外 蘇斯一查也非常明白到 我們對著盧帕迪古大嶺西維爾 入球的事情 一定要更加尖銳才可以的 蘇斯一查暫時我暫時不介紹 因為這裏也是講述 班奴和簡東拿的比較 我會在大巴台 應該如無以外 四點的影片 就會講述這場的事宜 大家可以在那裏聽 回到這題目 班奴和簡東拿 你問我 我當然是覺得 跟班奴的意見一樣 老實說 簡東拿在萬聯做的事情 比起現在 班奴和菲蘭迪斯 已經在萬聯做的事情 當然有分別 但是有一個共通點 就是 我之前說班奴 來了之後 我講過一段影片 就是 那個 吹化劑 很感謝當時的朋友 告訴我 吹化劑 當時想不到 這個效果 其實我覺得 班奴和簡東拿 非常相似 因為 他一來到 整隊球 已經好像 不同了 因為 他來了之後 和來之前 其實 也有很大分別 當然 另外還有共通點 就是 班奴和簡東拿 都是自己 有很大的能力 入球 以及入球 之餘 可以製造機會 給我們的隊友 所以我覺得 這是共通的 但是 就像班奴所說 正所謂 他暫時 為萬聯獲得的錦標 或者 對於 名譽的追逐 暫時 當然還未及到 廣東拿 但是 我想 這件事 要等時間 老實說 廣東拿 都在五年 才得到四個 英主聯賽錦標 班奴只在半年 沒可能 但未來幾年 將會 看到 除了班奴 有影響之外 我們球隊 如何可以配合 看看 能否做到類似的效果 這件事 我相信 非常有趣 我也很想聽聽大家的意見 究竟 你們覺得 班奴法蘭迪斯 和 簡東拿 的影響 對萬聯 有什麼相似的地方 也有什麼 未必是相似的地方 還有 如何 你們才會覺得 班奴法蘭迪斯 真的可以和 簡東拿 的影響力 真的可以作出比較 像班奴所說 遲一點 今次的節目來到這裡 多謝各位收看 拜拜 我們下次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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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不會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